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進行今天的第四項議程 是引誡和一般性討論和表決 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的法案 在這裏我們以立法會的名義 歡迎劉司長 因為其他官員在塞車還未到 會盡快到 司長到司長才作引誡 請劉司長 作有關的引誡 多謝主席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郭霞 尊敬的各位議員 大家好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急速發展 澳門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 人流糾密的一個城市 而隨之而我們要面對 由交通 建築 工商業等 活動發出的噪音 政府十分關注對居民的健康 及生活質量造成的一定影響 噪音的污染的問題 我們根據環境保護局的分析 近年的噪音的投訴 主要是以社會的生活噪音 和建築工程的噪音為主 我們以2012年為例 社會的生活噪音 及建築工程噪音的投訴個案 分別約佔總投訴的六成和兩成 從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報告 我們可以看出 噪音污染已經成為僅次於空氣污染之後 威脅公民健康的一個隱瞰 為了保證居民生活 免受噪音影響生活 政府從多方面入手 除了加強必要的宣傳教育工作之外 亦都希望透過法律的手段 改善噪音污染的問題 提升業界及市民愛護環境的意識 共同構建寧靜的生活的空間 為了推進環境立法工作 政府以規範若干環境噪音之預防及控制為基礎 並研究及分析廣東省 香港及台灣地區規管噪音的經驗 在2010年啟動修改現行噪音法的諮詢 今日我們向立法會引誡的 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法案 在總結分析了土木工程實驗室就技術層面 對本澳全面禁止使用傳統柴油錘 氣動錘和蒸氣錘打裝機的研究 並結合對業界所收集的意見 以及對未來本澳而開展的裝基礎工程等情況 將優先地對打裝工程噪音及社會生活噪音進行管制 法案規定了打裝工程不得超出20分鐘等效的連續音級 85分半的標準 規範全面禁止使用傳統撞擊聲的柴油錘 氣動錘及蒸氣錘的打裝機 而受地質條件限制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情況則除外 至於法案生效前已經開展的打裝工程 法案建議設定一年的過渡期 但屬距離噪音敏感受體少於200公尺範圍的工程噪音除外 法案亦對住宅樓宇中的日常生活活動及寵物所發出的噪音作出管制 以保障居民健康及環境的素質 鑑疫法案建議加強對打裝工程噪音的規管 為導使到業界更好地適應日後出台的新規定 環境保護局與土地運輸公務局已經開展前期的一些措施 包括在現有的工程准照審批機制的流程中 要求申請人提交裝機的計劃 以便進行分析及給予技術的意見 此外為協助業界轉型及提升技術水平 環保局已經有罪地採取系列的措施及策略 譬如是舉辦培訓科程和研討會 鼓勵業界採取教環保的新技術 目前環保局同步與治安警察局共同研究制定 執法人員取證的相關指引與流程 以配合法案通過後的實施 往後我們並會總結與檢討執行的工作 作出逐步完善及不斷的優化 致力實現優質移居城市的目標 噪音的汙染問題 關係到所有居民的健康及生活的質素 我們必須多舉齊下 希望藉此法律的制度 再配以宣傳教育等多方位的推進噪音的管制和公民教育工作 提高環境的素質 就發案具體內容 政府是持開放的態度 在細則性討論時 會充分聽取立法會方面的意見 我們深信 噪音法法案如果得以盡快的落實實施 將會為澳門剃造更優質生活環境及質素 多謝主席 多謝市長的引誡 現在進行一般性的十二 請麥帥權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今天真的很高興看到環保開始立法了 這個法案我是認同的 在這裡有幾點 我聽到師長的引誡之後 第一 我很認同環保要宣傳和教育 以及在多方位進行 應該是人人有責的 因為這個法案包括到 除了施工打樁之外 還有生活噪音 在這幾點我想多點了解一下 師長你們 在這方面有什麽鼓勵的政策 去創造的環境 給大家尤其是建築業界 在產業的優化升級裏面 去將它的工具 技術呢 師長有提及 會鼓勵業界 採用駕環保的新技術 這個技術引進和教育是沒有問題 那就是要換駕駛的 那現在那個環保基金 會不會將來考慮 延伸到換打樁機 都可以有資助 因為現在你餐飲業那些 那個空氣污染 就會換電磁爐 或者換油煙機 你有資助 那現在你用了一個 教環保的技術 那它用開的駕駛怎麼搞呢 那它怎麼優化升級 配合政府的政策呢 那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就是你的基金會 譬如用一個靜壓式的打樁機 你也有資助 那這個第一點 那第二點來講呢 值得希望呢 政府在這個觀產學結合這個角度 多些找一些專家學者 提供什麼叫做環保打樁機 那如果不是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 就現在我們這次立法是噪音 那我們就不要有噪音的打樁機 好了 那變了好像之前呢 大家很流行用那個灌注的那些莊 去做的那些莊 沒有打樁了 這個就是教環保 沒有了噪音 但又造成另一個問題 就是泥漿的污染 那這個是疑似污染的問題 所以希望這次立法之後呢 政府是不是應該提供多些環境給業界呢 給多些專家學者的訊息 就是說外國最新的技術 那還要駕駛配合 還有怎樣培訓那些人呢 去接受這個新技術 那另外呢就是 我看到司長你 環保局和治安警察局共同研究 執法人取證的相關指引與流程 這一點呢 就是想聽聽司長的意見 因為現在政府的公共假期 如果不明白的話 一看的話 有四十多天那麼多 比輪浮還要多 如果現在政府工程都是日曆天 是日曆天 那你其實呢 只有十個多月 即十一個月 鬆一點去施工 但問題呢 如果 現在的法例定了之後 更多居民呢 他就知道公共假期 我打電話投訴 那你不能開工了 其實實際真正公共假期的定義是怎樣 我就想 政府明確一下 因為現在這樣 其實只有十一個月 多的 即日日好天計去施工 但真正的公共假期 我理解不是這樣的 是一些特定的法定假期 但現在 因為和執法部門沒有關係 他都不知道 他說 喂 我又不知道什麼叫做 分貝了 總之來到有人投訴 最好怕人當你停工 這樣 喂 那將合約簽了 那些承建商是要罰的 給人 罰得很厲害的 你博彩業那些如是 私人工程 現在都照罰你的 那你 是不是要定清楚這件事 即是 上網好 還是賣報紙 讓那些執法人員知道 哪些叫做公共假期 那就是 允許施工 也都跟那些市民去講 沒辦法 法例定了之後 大家要遵守的時候 他也都不是吵著你 他是依法辦事 那這點很重要的 要不然 在法律生效 現在未生效 已經有很多這樣的爭執 生效之後可能會更多 脫卡東西 會影響 這個法律的執行 那還有一個 就講一下 生活噪音 其實真的有幾樣東西 就 要 分享一下 不是 講回 剛才上面所講的 在土木實驗室 記住層面禁止使用傳統 柴油錘 氣動錘 和蒸氣錘 的研究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油壓錘 跟這些錘差不多 真的也都要去解釋清楚 給市民聽 不是 看到一個莊架在那裡 一打莊 他就是又打電話去 那你們執法又辛苦 而第一線執法那些又辛苦 油壓錘 就不同油渣錘 油壓錘就爆了 砰 一堆黑煙出來 就沉地打下去 是兩下的 好了 那你現在那些 氣動錘 蒸氣錘 有噪音 然後放下來 但油壓錘 是靠油壓 即上去 噹 下來一聲 分貝 絕對在85分貝之下 但如果你不清楚的時候 將來前線的執法人員 又會和居民有衝突 居民又怨氣 又說不准用打莊錘 撞擊式 為什麼你還在走 其實北歐都還可以用油壓錘 那油壓錘 即上去就沒有聲音 只是打下來一下 撞擊聲 這一點 我想也都要政府 在多個途徑去宣傳 否則會很難執法 還有在生活噪音方面 好像大家分落了低頻噪音 其實就是冷氣機 因為冷氣機 你去測分貝 那個水塔 或者是壓縮機 因為現在我們 真的要講講城市規劃 澳門這麼小 你不可以分做 這個是住宅區 不是這個極度敏感的醫院區 寧靜度是多少 其實人家有分幾個區 至少四個區 住宅區 商住區 工業區 那個噪音是不同的 但是這個法例出了之後 你沒有這麼區分四個區 也都分不到 好像王朝區為例 下面是商業的 那些低頻噪音 其實試過很多年前 居民都睡不到 但是你去檢查 你的分貝不會超 但是那些低頻噪音 你睡在那裡會震動的 其實低頻噪音 對人體 尤其是孕婦的傷害都很大 不是神經衰弱 內分泌失調 會影響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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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拯救你十多分鐘 那你又請了 睡不到覺 還有是會震盪 所以這方面 我其實就曾經 跟商灣部門都建議過 其實是不是 除了立這個草飲法之外 也都應該 跟其他的工程實體 考慮在一起 趴部門這樣 對這個都市建築總章程 修改一下 譬如對敏感受體 譬如醫院附近 或者是商住區 是規定這個建築材料的使用 好似 如果你用雙層玻璃 那你起碼外面的噪音 是不能進來的 你裡面的噪音 養著狗吠 都未必會外面聽到 那些專長的酒店 已經規定你用的 那些專長的物料 規定你隔音是多少 然後才讓你用 再不行的時候 你就 那些門封在膠邊 那其實等於一個試音室裡面 你是在裡面 錄音 內外騷擾 騷擾不到的 那也都等於 那些醫院裡面 檢測的聽覺 那也都他那個室 那些耳鼻喉科那些 是內外 是不相干擾 然後才測到 這個人 是不是聽覺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在建築物料裡面 相對跨一部門 規定新的建築 或者敏感受體 用這種材料 那對執法是有幫助的 那要是起碼 你室內的生活噪音 打麻將好 還是狗吠好 你不會影響人 或者將影響度減低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在這個 現在很多輪班一族 那你現在你規管他 夜晚 那但是日後呢 那你真的有 汽車聲 打裝聲 或者工程聲 什麼聲都好 或者一個 城市那個背景操音 那但是問題來了 那他回夜班的 那他日後上班就沒有問題 晚上禁止他 那他睡覺 那其實如果 我剛才的建議 你新的樓 或者是敏感受體 住宅區 甚至醫院都好 你用雙層玻璃 既是隔熱 沒有溫 天冷就沒有溫 天熱就少些冷氣 就是好像北方的牆 規定你是空心相如尊 就是隔熱的 那也都是隔了噪音 那這方面呢 是不是就是 那是蝦部門 那如果執行上 就要跟警察部門 相關的實體 講清楚 喂 什麼叫分貝 就不要說 喂 我不知道什麼叫分貝 有電話來到 我就 你是盼動停工 那你執法就很難的 記住 那你沒有法律的時候呢 現在是勸喻 勸喻完 大家都知道 都是勸喻完 就是看一下 但是當你立了法之後呢 那些市民有怨氣的 又說立了噪音法 又說要拘捕 就是要罰那個 罰出噪音的那個單位 為什麼你不拘捕 喂 那狗剛才廢 警察來到他不廢 那怎麼辦 喂 繼續廢 你不叫他廢 那打麻雀來到他停了 那你又怎樣呢 那如果是20分鐘連續 分貝85 分貝的 那他廢了15分鐘 他不廢 那就是又入不了罪 那所以在執法上呢 我看呢 除了公民教育宣傳 我是認同 那也有些鼓勵政策 給相關的發出噪音的實體 給他是不是將產業優化升級呢 有些優惠政策鼓勵 那最重要呢 就是說 民間也都要諒解之中 政府有責任 觀產學結合 將專家學者的意見 提供給大家 喂 你是不是可以用些 裝修的時候 即使舊樓也好 換雙層玻璃 那些門有膠邊的 那些音是不會發出出去的 甚至如果那些天花都可以 譬如說那些隔音板做天花 那樣 變成自己的噪音不會影響人 別人的噪音不會影響你 那你對那個鄰班一族是最好 那當然這些 除了宣傳教育 我想要有些法例 要跨部門去修訂 另外一個呢 就說 很難界定 其實有市民告訴我 住在哄仔 大家都聽到這些車聲 那原來呢 就說 日後他走不到 那晚上就 踩踩踩踩兩下 有了 等車燒燒的炭士 不會即死部車 那這些噪音又如何管制呢 這個是生活噪音 在馬路那裏 那怎樣搞呢 冷氣的低頻噪音 現在這些跑車的噪音 打麻雀呀 寵物的噪音 我們很容易明白 但是 現在這幾樣東西來講 好了 是不是同時要引入一個檢測的標準 那幾多個分貝 什麼類的 我們有一個標準之餘呢 誰有公信力和權威 去測量它這個是超標還是不超標呢 我們同步 有沒有建立這些檢測的單位呢 那標準之外 還要有人有權威 他講了就是了 那些醫生 喂 你有病啊 那他真的看了一張片 覺得你有病的這樣 那我覺得 政府是不是在這幾方面呢 就是官產學者 大家都要提出的意見 就不要單一個部門 就是你為了立法而立法 我覺得將來執法上 會有影響 那所以在這裏想聽聽 政府在這方面呢 就有什麼的建議 那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 可不可以公佈這個 所謂公共假期 那個日子給大家 就減少 前線人員執法那個 少些障礙呢 謝謝 美政宜議員 主席 司長 其實 噪音法一直以來都有的 那 但是法律呢 距離現在都整二十年的時間 我相信修訂 大家都覺得有需要 而其中今次的法案 我想有兩個比較大的 會 方向性會引入的呢 就是一個會規管回 日常生活的噪音 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大家都很關注 就是長期反映 在建築工程裏面的一些噪音問題 尤其是撞擊式的打裝機的問題 那其實根據政府 剛才講的數字 這兩方面的噪音 都是個投訴會比較多的 那我主要是想講講 打裝機的問題 其實留意這個法案呢 這次會講是 第一會有一定的檢測的標準 就是如果在工程准許 用打裝機的情況之下 它都不可以超過二十分鐘的等效 連續升級的八十五分倍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是一個檢測標準 另外一個就是會規範 是全面禁止使用傳統的 撞擊式的打裝機 那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傳統的撞擊式打裝機 大家居民都會反映 是很大的滋擾 對生活很大的騷擾 政府都講了很多年 大家都希望要取代 但是為什麼法案仍然會維持 在法律生效後 一年之內仍然可以繼續 原用這一種打裝機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講不過去的 一個就是重立法的目的 你的理由詳細很清楚地講了 現在噪音污染 可以嚴重危害人類健康 和干擾人類日常生活活動 證明這個問題 政府很重視嚴重影響 這種打裝機 我相信居民都講了 十年八年起碼 都是說它是很騷擾的 那麼取締是大家的社會共識 從立法的目的上面 剛才講了 這種的噪音 它嚴重影響人類的健康 政府應該要盡快取代 另外從保障公眾的角度 講到這麼重要 你應該要盡快的就是 出台這個法律的時候 已經要取代它 另外一個 從整個噪音法的修法過程 政府諮詢都是三四年的事 我們都講了很多年 一直以來你都未出台 到現在出台來 你還要給它一年的時間 去做一個叫做過度性規定 我覺得這樣就不合理 還有就是從現實的使用上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公務部門好像曾經講過 就是去年應該只有一宗 向公務部門申請 這個使用傳統 就是這些打裝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記錯 我相信政府補充 但是如果從實際上 就是業界可能都知道 政府這麼多年講了下來 我換更新設備的時候 我都要取代這件事的了 可能業界它自己都會有些調整 從現實上 你現在的取代 又不會帶來很大的阻力 那為什麼政府不是決心 通過了這個法律之後 就全面取代這種撞機式的打裝機 其實周邊的地區都已經禁用了 那這些的情況 我覺得從立法上面 政府是應該要明確表態 為什麼要有過渡期 我個人就認為 應該要是法律生效之後 全面即時禁用 那我講了這麼多先 麻煩 吳國昌議員 當立法之後 將來我的理解 根據這一個法案 就會由兩隊人 去處理兩大批的事務 那環保局 應該就要上門 按照法案去處理 住宅工程 工地的工程 冷氣 通風設備的噪音 還有工商 和復活行業營運當中 產生的噪音 應該環保局 去包含客人上去 其餘在住宅的日常生活裡面的噪音 還有在公共地方的表演娛樂活動等等 就找檢查 大致上分開兩隊人 我想看看環保局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應付到這裡工作 譬如有沒有服務承諾 當市民真的依法要求去處理的時候 有多長時間可以到場 實地去處理 還有有沒有服務承諾可以做得到 因為這裡是看不到的 將來投訴了 不知道你多久才可以處理 還有如果找環境保護局去處理一系列的噪音 這裡就是依法案的看法 應該根據一份 現在似乎是未存在的一份 先學規定 去做一個最後的判斷 這個先學規定 將來可能就是環境局去建議 然後環境長官去批准 但是這個先學規定的內容 基本內容現在已經籌備好了 是可不可以提交給議會審議的時候可以知道 因為先學規定裏面的基本內容都相當重要 一系列的每個具體環境噪音都要根據它來處理 包括你的先學規定的內容是怎樣 是不是已經引用到 已經由環保局過去幾年已經測量到 全國區的背景噪音會不會引入先學規定裏面 做一個基本考慮 這些我不知道 還有就是說 同樣是先學裏面的問題就是低頻震動 低頻震動會不會在這個法案裏面提及這個先學規定裏面 具體作出界定和處理呢 如果連這個先學規定都不會對低頻震動處理的話 澳門就是低頻震動沒有網管的 我想看一下這些情況是否已經準備好 至於將來會由治安警察局去處理的一些情況 包括日常住宅留宇當中日常活動的噪音 我們想知道呢 政府有沒有籌備 給這些治安警察局的人員 有更加具體的指引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寫了報告認為要罰款 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未到的 要勸喻等等 那有沒有這些現在 在警察執行這些處理日常生活的噪音問題當中 內部存不存在這些指引 那如果不存在的話 政府有沒有籌備呢 是做這些公開的 警員知道 市民都知道的 具體的指引出來 因為裡面牽涉到千加萬戶 非常複雜情況 因為警員 我相信他會早些的 他人數比較多些 所以打得九九九去 那警員可能真的就會 一段時間之內就會上門了 上門之後 一個說有一個說沒有 天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究竟有沒有一個客觀規範的指引 讓警員能夠 在方面執法和市民 是可以 如果不然的話 都會有一段時間爭 謝謝 陳航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我都很贊成 這個 控制環境噪音法 要盡快去立法 去保障我們市民的正常生活 那有幾個問題想 請問一下市長 首先第一個 這裡有提及到 對學校和醫院 這兩個 在運作期間 就在兩百公尺之內 就不准發出這個噪音 我想更加明確一下 在考慮制定這個法例的時候 能不能夠 第一個 如果二百公尺 那這二百公尺 是有什麼科學的依據 是不是二百公尺 之後二百零一公尺 三百公尺 那你這一個 要定出這個二百公尺 那你有什麼依據呢 第二個 如果是超過了二百公尺 但是它真的噪音很大 它仍然是聽到的 能不能加上一個分貝的金測 那這兩個條件 可不可以呢 先對這個學校或者醫院 這種特殊的環境 是有所保護呢 另外一個 對保護的環境方面 因為現在呢 因為現在呢 是隨著社會服務的一個發展 有些呢 是特殊服務的中心 譬如說 是老人中心 有些特殊的中心 那這些呢 如果呢 是不受到一定的這個規限 或者保護的話呢 可能將來呢 是對他們的這個生活 或者正常的醫療 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那我覺得呢 這兩個呢 都非常之重要 想請問一下師長的意見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講到執法的方面 那現在呢 是有兩個部門 共同來聯合來執法 那這個執法呢 那個 有些什麼標準 就是說 在什麼程度呢 就上滿了 還是一接到投訴 就可以上滿去呢 那那個 這個上滿呢 那他到時候 怎樣去檢看呢 就是正如剛才有些議員都提出 如果是上滿的時候 他已經是停止了這個 停止了這個騷擾的噪音 那到時候呢 是又怎樣去檢看呢 那這個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呢 就是對於那個生活的噪音 那這裏呢 是比以前呢 是更加是重世了 但是呢 有一條呢 令人難受的噪音 那怎樣去理解 什麼叫做令人難受的噪音呢 那這個描述 那這種表述 可能都 以後你四則性 會再討論了 但是 這個呢都是一個定義上的 可能呢 要考慮到要規範的 麻煩 請問一下 何潤燈議員 理論 事件 各位官员 各位同事 今天讨论预防及控制环境噪音的法案 其实这个法案也是2010年 政府通过一个咨询 其实当时这个咨询 也是基于原来的54斜撇94M这个法令 基本上已经是94年到现在都有 有关对于噪音的预防及控制 在2010年这个咨询 我相信政府方面也收到不少的一些意见 但是今次看回这个法案 基本上可以看到主要是集中什么呢 一些就是我们在打庄工程 以及一些住宅里面 可能使用一些乐器 示叮器材 或者一些叫聚会戏器活动等等 再加上一些的自养 一些的动物所发出的噪音 进行有关的一个规管 但是无论是我接触居民也好 或者听到很多的市民的反应 或者我想在座有很多都受到一些困扰 困扰着我们比较严重的就是一些低频噪音 这个低频噪音因为我看回你里面的一个第一条的标的和范围 第三条就有一个叫空调和通风设备 其实这个一般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我们的低频噪音主要是可能是哪几部分呢 包括一些的冷气的一些的水塔 冷却水塔 空调系统 一些的抽牌器的一些的风机 抽水马达 还有等等的 这一些的低频噪音 其实大家知道澳门地方那么小的 在住宅的周围 无论一些的冷气机的散热 以至到可能是我楼下已经是有一间食肆的 它的压缩机 到这么长下又要有一个启动等等 其实种种这些呢 对于市民的一个困扰是非常大的 因为今次我们的法案 也都在立法的原意里面的一个原则 就是进一步这样保障居民的健康 和宁静的作息环境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都想听听政府对于低频噪音那方面 你们未来会是怎样 今次的名字就叫做环境噪音 但是困扰着居民 这么严重的一些的低频噪音 我们里面看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低频噪音那方面 也都见不到 有一些什么的上限标准等等 我这方面想听听 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 对低频噪音的一个管理 对于里面的一个在工程上边的 建筑上边的 关于规管这个的传统的打装机 我是赞成的 因为这个我都多次 居民很多的投诉 也都从不同的渠道 包括质询等等 都希望政府能够对于这个的 无论是对于环境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噪音的污染 非常之严重的一些传统打装机 那今次已经是作了一个的规范 并且也都相对来讲 是比较严格 并且有一个叫全面淘汰 这个传统的一个打装机 但是也都有个问题 问回政府 既然决心这么大 那现在这个一年的一个过渡期 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想听听政府讲一讲 因为其实由咨询开始到 其实已经有三年 接近四年的时间 其实在这方面 也都政府 在很多的一些的 居民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 其实都在行这件事的 以往我们经手的一些的 无论是公共房屋等等 都是用这种的比较环保的一些打装机 那在这方面我想听一听 其实在这方面 政府的决心可不可以大一点呢 为什么还有一个过渡期呢 有些什么原因呢 希望给一个解释 那另外今次这个法案 我们都看到 将来你们在执法那方面 界线会不会不是太明确 那因为在今次这个社会生活噪音的管制那方面 我刚才讲的 是没有定定一些的上限标准 那其实没有上限标准 是会出现到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在执法的时候 几乎都是传凭 我们执法部门的一个认定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又是一个财量权的问题 会不会一个财量权一个极大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财量权极大呢 对于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 包括我想你们政府部门 去执法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一些的量化 你怎么执法 另外一方面从居民被投诉的 喂你为什么要来检控我 你凭什么 所以这方面我不知道将来 政府如果没有定定这些标准呢 将来执法方面我想有很多的拗叫 也都可能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想你们的同事去到做的时候呢 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就算了 就变成立了法又发挥不到这个作用 我希望政府也都解释一下 对于执法没有这些标准 在将来执法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第三方面也都跟司长探讨一下 研究一下就是说 里面例外的情况就特别多 那我看回里面讲到的 如果是一些的表演娱乐和类似的活动呢 当中规定在夜间和公众的假期呢 以及在医院学校附近的公共的地方 禁止进行一些产生噪音的活动 但是其实呢 有关的规定的例外是很多的 例如是什么呢 好像在传统的折日 或者开展其他公共利益的项目的时候呢 如果是获得什么呢 行政长官甚至是有关的实体 包括什么民主的一些许可呢 是进行有关的活动的时候呢 則不受有关条文的一个规冠 那就会问了 其他的什么叫公共利益的项目 其实这个范围好讲 好空泛 怎样去体现这个法律能够执行得到呢 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最终就是说这个法案的规定呢 的原则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实践 其实就说这个情况 司长在效率这个法案的时候呢 我想听多些 将来这个例外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这个公共利益的项目 会是有些什么呢 这个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法案也都讲了的 一个叫做升学规定 那这个升学规定呢 现在将来会进行由环保局去提建议 由有关的行政长官批示 因为这个升学规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这个规定 你将来这个法律立了之后呢 根本就做不到事 我想看看环保局或者这方面去到什么程度 因为都影响我们这个法律的一个落实 因为这个法案在生效三十日后呢 就会生效的了 那也都想问回呢 因为将来呢 这些检控啊 检查啊 巡查呢 都是由环保局 和治安警察局负责 那将来这个呢 因为很多的噪音投诉呢 都会在夜晚 甚至深夜 将来你们的工作 会是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呢 还是不是 都是电话录音呢 电话录音 即是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呢 噪音发生的时候 你录得录音来 你去看已经是没有了 那我想这方面 从你们的一些的数据 或者我们的一些的数据呢 其实一年呢 有几千宗的 就以2011年和2012年呢 收到噪音的投诉个案呢 分别环保局呢 就有大概是有 应该是四千四百三十一宗 治安警察局呢 就五千零八十五宗 那其中呢 就说里面呢 基本上呢 都是佔了六成呢 是一些的生活噪音啦 亦都其他两成呢 亦都是一些的 其他的一些的施工的噪音等等 所以这方面 如果数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将来这个发立了 居民知道有这个的权利的话 你们怎样去处理这方面的工作呢 你们有关的工作人员 现在有多少人将来会负责 在环保局啊 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呢 要说你们不够人 全部都是依赖自安警察 那些警察去做 而警察是保安 以治安为主 如果将来都会花了这么多警力 在这些的投诉方面呢 我觉得 不是市民之福 是吧 因为澳门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现在我们的治安愈来愈复杂 请警察也都这么难 那这方面我觉得将来 在环保局 你们有多少人去负责这方面的检查 执法的工作 好吗 先问这么多先 好吗 有五位议员已经提出有关的问题 我想先请楼师长 作有关的回应 让他们清晰作有关的问题先 好吗 楼师长 那刚才也都很多位的议员 就这个草阴法提出了问题 那或者我先就一些原则性 和大家讲讲 其实在讲到大家 很多所讲的问题 其实都是讲到 我会觉得是否今次这个草阴法 并不能够包括了很多大家 很关注的一些的情况在这里 那未来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 而都讲到一些比较细节性执行的情况 那或者在这里 我在一些宏观点 或者原则上跟大家讲过 细节性的 虽然今天不是一个太细节 那我们都在个立法的方向 或者是在这个不需要用太多的时间 尽量也是一些的执行性 或者细致性的方面 让张局长也跟大家解释 在今次我们的法案里面 大家也都看到的 我们主要都是针对了这个工程 尤其是关于打装机 和这个社会的生活草音 这两方面 为什么今次我们是主要在这方面 主要就是说 在过往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社会急速发展 在这方面的投诉量 的确是快速增加 而占量是比较大 因此我们有需要 是尽快立法才解决这两个问题 其他的 在我们今次的法律 没有涉及的 不代表是我们是 在未来我们是不会作出的处理 其实我们在 如果这个法是通过了之后 其实根据 所以我们在未来环保的规划里面 我们对于噪音的方面 会继续去探讨 解决一些其他的噪音的问题 至于大家提出很多建议 或者是细节性的 正如我刚才在推介里面 其实我们持开放的态度 如果今次通过了 去到细节性审议里面 就一些通过的细节 我们是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 以其得到一个综合的方案 达到我们今次这个立法的目的 是做到一个最好的 譬如大家说 是不是一次过取消 不准一年期 这些噪音的装机等等 其实我们觉得 可以在细节性 听取大家的意见 而今次在立法里面 为什么我们这样放的 是基于因为 在我们之前一个咨询里面 的确也有业界有社会 反映这个意见 作为政府 我只是一个综合 在整个咨询里面 是摆了它出来 这个不代表我们最终的一个立场 反而在细节性讨论的时候 大家摆出的理由 有什么好处不好处的 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们会在这方面 再做一个决定 其他方面 默瑞泉議員 关于环保基金的 我想这个环保基金 是作为支持环保的 我们会作多的考虑 至于打装机 除了是可能牵涉到噪音 可能是其他环保问题 当我们去到处理其他问题 我们也会作深入一个考虑 然后是很多议员问这个低频 执法等等的 或者这方面 我请张局长在这方面 详细施主席跟大家作一个说明 多谢主席 多谢司长 主席 各位议员 各位同事 就着刚才补充有关几项的提问 就着默瑞泉議員 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假期的方面 其实在本身我们政府里面有一个公布 也都是7邪别97号M号法令 也都定义了公众假期是关于内容的 所以这里在网上也都有的 所以基础于这个法令 也都是第60邪别2000号行政命令 也都有讲到特区政府公众假期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total大概我自己计过应该有20日的公众假期一年 所以我亦都可以有一个建议 可以将这个公众假期的定义 或者是具体的内容 可放在我们环保局的网上 让市民、治安警察局等等方面 去参考这方面的内容等 将来执法相对比较容易 至于另外就着 各位有几位议员提出有关升学规定的情况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 是一个执法的标准来的 我们亦都看到我们现在 草案法的修订上面 亦都需要配合有关升学规定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 基本上内部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升学规定的内容 所以后续可以在细析性讨论 亦都可以介绍给各位议员 那个同步实施的考虑 这两方面 在我们草案法的执法上面 或者是我们的可操作性更加完备 至于另外有关低频噪音方面 低频噪音在我们现在的局里面 看回那些数字 大概有这几年间 都有2-5%来的投诉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低频噪音 这个在国际上 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亦都是在我们现在 所看的那个数据上面 其实低频噪音是大概 考虑在20-200Hz之间 亦都是在我们现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噪音污染上面 亦都整个包含了整个内容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找了学术机构 帮我们看看整个澳门的背景的状况 后续 希望在加强这个管理上面 亦都做一些指引 让业界去遵守 所以这个我们亦都会配合 有关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可能一些餐饮业等等 这里的内容 会牵涉到低频噪音的 我们亦都做了一个酒店 及同类场所的环境污染控制指引 给业界参考 同时我们亦都配合回旅游局 修订16斜片96M号法令 有关对一个场所设置等等 我们亦都给一些意见 因为我们希望在低频噪音上面 是从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亦都有一些建议 希望在那个场所设置上面 尽量远离民居等等 这里我们提出一些这样的建议 希望各个方面来到层面来考虑 来到配合回我们有关噪音法的实施 将来实施的情况 至于另外有关执法上面 执法上面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在错案法修订的过程上面 亦都跟治安警察局不断有沟通 了解到他们现在现时的情况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亦都联同治安警察局 过去鄰近地区 例如香港 看有关执法的情况 配合现在澳门 是否可以考虑等等 这方面 我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至于事实上 我们在执法过程上面 治安警察局一直以来 大家都看到 都是在做这些处理投诉的个案 不是说我们现在在做法 修订之后 就会有几千宗个个案 而是一直以来 都是在做这方面 所以基本上我想 是我们希望在生法之后 其实是有完善 补充现在现有法律空白的位置 来加强那个错案管理方面的 基本上 或者司长我先介绍到这里 多谢司长 梁荣仔议员 多谢主席 各位官员 各位同事 我看到 我有点点不明白 看到第三条 住宅楼宇中的更改 和保养修策工程 他写了 凡是星期日和公众假期 全日以及平日 20时至翌日的8.8时的时段 不得在住宅楼宇进行任何 产生骚扰噪音的更改 保养及修策工程 另外第二 梁委员 梁委员 现在是一般性的 原则性的讨论 不是细则性 我想提提 你的理居 我想提提 因为他几个时段 他有20小时 和22小时 23小时 我希望他统一一点 多谢主席 问一问施长 好吗 你将你的问题问施长 是的 好吗 不要说条文 一比一条条文 好吗 那还有一套 他就是 住宅中的日常生活活动 和宠物的问题 他就写了 20时 22时至翌日的8点钟 不得在住宅楼宇进行任何的 产生骚扰他人安宁 和休息草音 日常的生活活动 尤其是娱乐活动和乐器演奏 还有一段 他就写了 逢是星期日至星期五 22时30分 至翌日的8点 入星期六 和公众假期前夕 24小时 和翌日的8点 又不得在露天举行 可产生骚扰噪音的表演 娱乐和任何类型的活动 我觉得他那里 就很多时段 令到很多市民都混淆 8点钟 10点钟 还是10点半才可以投诉呢 我希望那个司长你那里清晰一点 多谢主席 宋碧琪議員 多谢主席 司长 其实很开心可以见到这个法案 匿列立法会 因为这个其实是环保局成立以来 亦都是特区成立之后 其实第一个关于环保方面的法律 其实这个法律 其实旧有已经是有一个法令 在这儿的了 那这个呢 是基于 是因为那个法令上面 其实对于 就是不适合事业 就是不想社会的发展 所以有必要呢 我也都认同是有必要 对这个法令进行一个修改 那今次这个修改呢 其实最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增加 一方面的一个修订的 第一个增加呢 最主要是生活噪音这一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那个建筑方面的噪音 那这个是有一个比较 严厉的这个修订 那我今天最主要是想讲 那个生活噪音这一方面 那其实在司长 在这个理由程序里面 也都很明确地表明 就是基于因为社会上 对于这一方面的投诉 投诉增加了 那所以有必要去 对这一方面进行一个立法 那但是其实我们 由另一方面去看 其实因为这个生活噪音呢 其实是很影响着 这个社会的一个和系稳定 因为大家是 不论关系 这个怎样去友好发展呢 其实是要值得去深思的 那现在社会是24小时的 那因为在这一方面的理由程序里面 只是说了就是设限于这个的 晚上十时和日日的八时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 就想思想再明晰一点点 就是关于在那个投诉方面呢 是现在的那些投诉是集中 投诉的时间段是在夜晚 还是日头 因为你没有具体回 其实很难去判断就是说 这个的 这个晚上限制的这个规管呢 对于现时的投诉呢 是有效去解决的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 希望可以明晰到 这个数字上有什么分别 在那所以如果 日间的投诉是比较 投诉的时间段是日头比较多的 那其实在那个设限的时间 就不应该是晚上至第二天的八时了 所以这一方面 其实想再明晰一点点 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那个 因为法律有一个的预防性在这 我们通过立法 最主要就是 期望就是 因应这个法律有一个阻吓性 令到市民有一个 知觉去遵守这个法律 而达到就是不去 去违反这个法规去影响他人的生活 那所以其实 很讲求就是 这个法律 可不可以发挥到功效在那 发挥到功效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取决于这个执法 如果我们立的法律 是执行不了的 是发挥不了阻吓性在那 那事实上是 有立法等于没有立法 那也都是 对于这个法律的那个 那个威严性呢 也都是有一个损害在那 所以其实我在这里 也都是想 思想可以再明晰一点点 就是关于那个 执法上的配合是怎么样 因为你在这里 就是去到小组去讨论都可以的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 因为可以给社会去清晰 回这一样东西 因为社会现在是很担心就是说 到底这个法律 可不可以发挥那个功效出来呢 如果不行的话 其实 立了等于没有效的 所以其实在这里 希望可以再明晰 这一样 就是关于执法方面的 那个情况 政府有什么的配套 或者是有什么的方向 有什么的思考 谢谢 郑安庭議員 多谢主席 各位同事 司长各下 那本人呢 首先是贊成这个 立法这个法案的 刚才很多同事都说了 这个法案都是 其实都是迟来的 春天 都二十年了 才再重新修改一次 那在这里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首先规管这个打装机 那在这个打装机问题上 我想向司长提问一下 就是关于你那个一年的过渡期 那在一年的过渡期 你是有很多数字 或者是业界有很多沟通 那在这方面 可能业界我们出了这条法例 不用了 可能三个月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已经可能很久都不想用这条 那在这方面 就是可能有个安排 或者表述给我们 可以更加听到多些的原因 那还有讲到生活噪音 其实讲到噪音来说 那有些数字是显示 其实噪音多数都是人为的生活噪音 比这些打装机的噪音 是多很多倍的 那个过案 投诉的过案是多很多倍的 那现在现时澳门 居民住的密度都多 那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澳门 其实都是二十四小时城市 那可能每人三班转间的时候 我回去又要听音乐 又要看电视 可能都会将周围附近的邻居都会吵到 那在这方面呢 我有个意见就是 我们立这些法 我们不是说去罚人 我们是去教育人 如果我动下罚你六百元 动下罚你一千元 没用的 因为你直接影响不到生命危险 不像聚酒架仔 你要罚他 你要坐牢 但是这些立这些法 我起码是以教育为主 首先你吵人了 发张传票给你 你要去学习 你要去说你这样这样 播些带给你听 是你这样这样 会很危害的 这样很烦 你会很烦 第二次你不敢 但是如果你一来 罚六百元我给你 我和隔离屋有仇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立这些法 民生的法的时候 首先真的要以教育为主 不是说我罚你六百元就行 罚你六百元就行 我和隔离屋有仇 我特意吵他 你来罚吧 我又给你 那变成这样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怨气和风气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 还想说一下 我们就是以教育为主 罚款为次 希望在立这个法系 是将所有的公民教育提升 不是说我们要罚这个钱 因为在这个投诉方面 多数都是生活噪音 如果那些打装机 你投诉一次两次 基本上警察都劝语劝语 其实已经收了 那在这个生活噪音方面 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还有想说一下 就是这个汽车喇叭的噪音 车在马路上走的 现在车越来越多 塞车越来越多 如何解决这个喇叭噪音呢 现在很多 以前澳门来说 响一响喇叭 真的很没礼貌 但是现在这个事 越来越严重 经常会 有时 可能下车 或者搬一搬 停一停 已经很多喇叭噪音 这方面 如何去执法 分败是多少 如果有些是 如何去令到他们 我们的市民 按喇叭 按得多 真的不是那么好的 多谢 陈美仪議員 多谢主席 司长 各位官员 这个法律的咨询文件 就在2010年 大约是2月至4月的期间 就拿出来咨询 到现在都已经是接近了四年的了 其实工作效率那个 就是很慢的 未必一定是全部你们的部门 相关的部门都是慢 但是做了那么多年 这个法律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例如就是说 在生活噪音那里 他就没有很明确地标明 到底那个噪音的标准是去到什么 什么的分配才要罚呢 这个没有清晰 但是在工业方面的 这里就写得很好的 写得很清晰 所以这一点我想提一下 另外因为如果没有明确地标明 到时那些 因为是警方去执法的 在生活噪音那里 那去到现场又怎样去执法呢 如果不是呢 将来将来会发生很多争拗的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那我又想提一下呢 因为现时澳门呢 有很多的曲艺会 那就是月曲那些曲艺会 很多呢就是在住宅里面的 那如果这个法例是通过了 那对于这些的曲艺会又有些什么的影响呢 那因为他们呢 可能下午也都会有一场是唱 夜晚也都会有的 那这个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时澳门呢 很多人都是轮班制的 那有很多呢 是下午都要睡觉的市民 那可能他们也都会打电话去投诉 那所以这个呢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怎么样去处理 嚴重了還是鬆了呢 將來希望給一些資料 第二個就是我們很多除外制度 我們很多除外制度 除外制度除了除外之外 我們有沒有副條件呢 這些除外制度 我有沒有一個條件 是給它要做滅聲 要做減聲 我才除外嘛 原來你不准的 但是除外 我現在准它了 有沒有一個減聲滅聲的舉措呢 現在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灰包包的除外 總之這些是除外 是不是 第三個呢 最大的問題是狗肥問題 狗肥問題呢 如果我打電話去警局 那個人一定中 因為狗呢 生暴人一定會肥 那我就中了 我就天天都拿出來 這些問題是很複雜的東西來的 就是我們在執行上面 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些 另外一個呢 我們生活噪音呢 我們現在樓板很薄 我們拉椅子的時候 底下很慘的 說你上面打架 有些情況在這裏的麻煩 這些東西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些事 是不是 第四個就是一些夸道的問題 現在我們確實在時段上面有八至八 有十二至八 我們這個時間夸道究竟是怎樣去放寬呢 另外一個室外不行 室內又可以嗎 我們第八條有些東西叫室外不行 室內行不行 做到發瘟的時候又怎樣 你整個陰箱那樣 他是室內的 還有一個來講 我自己看回來講 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要禁制什麽 我們要禁制什麽 從器械上面的 器械性的發出 我們會產生後遺症 一種禁用 一種限用 一種你要做了什麽條件 滿足我才准你用 是不是 這個是器械上面 那件駕山的東西 或者這個設施的東西 我是禁止用這種設施 限制用這種設施 要負條件才准你用這種設施 第二種來講是行為性的噪音 你從制止到禁制 他真是天天吵的時候 你是不是禁制 現在我們都沒有的 罰錢而已 最後來到就罰錢 回頭說 是不是罰錢大了 你走了我又來了 現在我們執行不到就是這個問題而已 我們現在有些事情執行不到 那個爭執就是他離停了 他走他又吵了 那怎麽呢 那個人很騷擾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針對那個問題在哪裏 特別是我們對我們法律要涵蓋的六個方面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這六個方面都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我很怕寫列舉的東西 因為現在這裏來說 我們將工業地盤打倉 好像第三條很不科學的 第三條有些東西很不科學的 比如如果我家裏爆水喉 或者有電的問題 我不轉了 我要馬上做 是不是 這裏你是完全在某個層次下 這些東西他不選的 我們除不除這些除外呢 這些是不是有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呢 我們完全不准保養 保養 保養 什麽概念呢 是不是 所以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我提的來說就是這裏太多問題 到時候做不做得到呢 到時候最後就是罰 罰完之後我就聲明異議了 然後我們整個公共行政 好煩好煩 大家都在這裏浪費時間 又做不到事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這個後果 我的意見在這裏 陳澤武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我剛才林鄉生依然說的 就很贊成 很贊同 因為執法上有問題 還有很多事情是真的需要做的 那是不是一間家裏面 或者一個商業的單位裏面 不可以做呢 要更正這個法律呢 當然是執行上都有些問題 那剛才有個問題 其實司長答了 因為現在引誡呢 就說優先針對打樁工程 和這個社會生活噪音 進行管制 那之後就會管一些東西 那我不知道那些 可能是車的噪音 因為那些巴士一開車 都是很近民區 比如阿聯房 很大聲 三樓二樓一定聽到的 是否那些噪音都會管呢 是否飛機 是否去船舶 是否將來時就算輕軌 入到內街那裏都會管 希望是 這是第一 第二我想說回 第八條 何人新議員都講過了 雖然不是想說 那是甚麼條款 但好像有少少疑問 是怎樣做得到呢 第一 剛才講了公共利益項目 在第三款那裏 傳統節日 和公共利益項目 這個是政府定的 定了 這個是理解 是怎樣呢 公共利益 為何會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澳門 大家都知道 做一個方向就是 做這個世界旅遊 一環城市 當然 那些博企也好 或者是民間的團體也好 浪費很多資源 希望是吸引遊客 抗煙花 或者以後 好像聽聞 有個大型的遊樂場 這樣的情況之下 遊樂場當然是露天的 如果遊樂場那個位置 是對的 就是來新的醫院 都不夠200米 我想 醫院整天都運作 整天都運作 整天運作期間 那是否不容許呢 譬如的 是否公共利益 就是政府說 就是呢 如果這樣就真是 可能導致 那是否公共利益 一定可以 拉丁 大巡遊 也是可以 因為文化局 做的 你就算行到 吵到幾條街 都是公共利益 那是民間 如果想做這些 那是否 那不批 因為有個星期日 又不是 傳統節日 又不是公共利益 那將來是怎樣 整到 澳門一個城市之都 被花車巡遊的 年初二 那當然可以 因為第一 是旅行局做的 那是否這樣的理解呢 就是我覺得 和這個200公尺的範圍 我不知道舊例是怎樣 在澳門是否真是 realistic 是否真實可以做得到呢 因為 200公尺是很遠 那四周範圍 你說過 原州200公尺 有學校 有醫院 就已經很多事情 不能做得的話 那是 即是怎樣理解呢 誰去量度呢 我又不知了 譬如 又講回美食節 有時候有些唱歌 那去到西環那邊的住宅 有沒有200公尺 我們不知 但是那裡都有學校的 那將來 那將來 又可以這樣說 那很多現在運作的地方 沒有問題的 那將來 突然間有些學校 又擺進去的 那又怎樣呢 就好像很多人吵 有個 有個 墳化爐好 有個骨灰噴好 人家四十年了 突然間有居民搬進去 就說你不那麼近 我不對 這些情況一定會發生的 有沒有考慮這些事情呢 因為200公尺 如果這樣畫法的話 我想沒有什麼地方做得 第一是這樣 那第二 時間上 這個是理解的 因為如果是星期日 或者是十二點 或是十點半之後 到早上 這個是理解的 但是 露天的表演 我就覺得有得相確 露天表演的 很多 怎樣說 大型的活動 甚至音樂會 音樂會的 可能你因為民主搞的 那又行 因為政府搞的 公共利益 那人家私人的 商業的機構想搞 那又行不行呢 因為你不是公共利益 所以又不行了 那將來是怎樣權衡這些 這些東西 是怎樣理順的 沒有那麼多爭執呢 亦亦都不會阻礙到 這個經濟的發展 是我們向這個 旅遊的城市 各方向 到這個達到這個目標呢 那我覺得 這裏是應該有 這個細則性那時候 是應該就是 很詳細地考慮 因為這個 除了公利益 當然行政長官說可以 那民主 說可以 就可以 那樣是 其餘不是民主的 是不是真的 就要經這個行政長官呢 那 因為不是各個場所 都是民主管 當然是 暫時 是這麼多 當然剛才 陳洋生議員說的 都很清楚的 我都是同意的 謝謝 謝謝 郭開賢議員 郭開賢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時間應該差不多 我亦都不會講很長時間 想講幾樣東西 第一 原則上我支持這個法案要修訂 第二 第二個方面來講 希望政府 能夠採取 開放的政策 來修訂這個法律 特別是多聽取 各界人士 對這個法案 有些什麼意見 第三 我覺得這個法律 確實要定定好 不容易 真是存在一個 執法難的問題 我舉個例 正如剛才林響生副主席所講的 家庭裏面狗肺的情況 你怎樣去處理 如果家裏或者在一些營業場所發出噪音 有些所謂惡人在這裏 你來我放些錢在這裏 你來一個我罰600 來一個我罰600 你不斷給你罰 又如何呢 你怎樣處理呢 好了 如果我現在是一個營運的場所 發出了噪音 政府來巡查的時間 說我發出了噪音 要罰我 沒有問題 還有可能要維修 可能要更新設備 好了 在更新或者維修設備的過程底下 這段時間內 你日日可以來罰我 日日可以巡查我 那又怎樣處理呢 是不是我又要收檔呢 立即要結束營業 關門 處理好然後才再開業呢 情況又怎樣處理呢 等等問題確實存在 剛才大家所說的 是不少問題在這裏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是 採取開放一些的政策 來去再進一步探討有關法律 多謝 請司長作有關的回應 主席 那都是我想有些原則的 或者都跟大家講講 細節的或者張局的 我想大家都提出了 關於這個 社會生活噪音的 這個怎樣去定 現在我們擺了這個法案裏面 其實有沒有效 是否定了之後 是可以比現在沒有更好呢 我想大家最關於 絕對 是不是解決問題 我想不可能100% 因為大家都提出很多問題 這些是有些很主觀的東西 有一個時段性的 但是我想說 其實我們根據看現在現有措置 其實關於 雖然噪音法 現在現有噪音法 沒有講到社會生活噪音 但是其實如果 譬如晚上有市民 向警方去投訴的話 其實警方都會派警員去處理 當然它只是一個寸譽的形式 它不能夠罰 因為你沒有那個法 你不能夠 但是我們看回的 其實這個勸譽的形式 都是有效的 其實都是很多的個案 都是透過警員的 去現場的勸譽 是得到解決 當然現在 新的措施法 比現在沒有 當然是更好 因為譬如時間我已經定了 已經有一個佛則 當然佛則 夠不夠 六百夠不夠的 大家提出的 我們可以細則性去討論 六百不夠 是六千 這個是怎樣 這個我們是開放 但是總的 我現在放六百 相對去現在 我們覺得一定會更好 因為現在看到的數字 當有警方去的話 很多個案 其實我們這些很多居民 都是善意 它觸犯的噪音 不是它明知故法 因為它是不知道 因為很多這些噪音的 其實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譬如我真的自己 在那裡偷偷一張椅 我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樓下可能就是 但是經過勸喻 其實街坊倫尾的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是解決了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法 只是 真是對於一些 是不是惡性故意 明知故法 我們才會 否則的話 其實現時 我們看到 勸喻已經是一個 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怎樣進一步 勸喻以下 再進一步解決一些的 可能不知道這些是怎樣的 這個真的要靠那個法 是那個度去到哪裡 達到什麼目標 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是會充分聽取社會的意見 是達到一個怎樣的色度 又不要過了 但是又要達到一個目標 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麼這裡 我們會在細則上 是再多聽大家的意見 至於 林副主席 陳議員說的 公共利益的問題 我想 你說 怎樣是公共利益 你很難是一個 列舉式 也都沒有可能是列舉式 但是因為 你很容易是理解的 譬如一些突發 突然間百號封球 有些什麼塌了 你真是要重型機器 你立刻 要去做一些東西 移開一些樹 但是要很強的噪音 或者突然間停電 你立刻要掘路 沒有水等等 這些我們相對比較容易去理解 那是否在細則上 我們沒有可能讀一些 所有的個案 但是這個原則 細化可否在這邊 我們在這個地 在將來執法的同事裏面 更具操作性 這個我們 未來 可以在這個方向方面 多聽大家的意見 以幫助我們的 執法的同事 更好地處理 其他方面 或者我請張局長 再一個部長 多謝主席 我們司長 就著剛才 宋碧琦議員 講到有關 生活噪音方面 大家都知道澳門是24小時運作 是事實來的 但是通過我們之前 我們的諮詢文本 因為我們當時的諮詢文本 都是24小時管制 但是我們收回的意見 基本上有六成 不同意24小時管制的 我們也分析過 我們所有有關的投訴 看過去幾年間 主要是差不多有九成 是晚上投訴的 是在晚上的時段 所以我們基本上 所以我們定定在晚上十點到 早上八點鐘 所以我們這樣來考慮這方面 亦都是同意鄭肯廷議員所講 有關的立法是以教育為主 罰款為次的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說 我們這個立法之外 我們亦都要對我們的公民意識 倫理和目關係 我們要加強宣傳教育 來到雙軌並行 才可以解決一些社會噪音的問題 至於另外剛才陳澤武議員 講到有關第八條的情況 其實本身現行的噪音法 亦都有提述有關的內容 只是一些文字的修改 但基本上也是同一樣的概念 其實我們沒有說改到些甚麼 至於另外高開賢議員 事實上一些本身有關 與了名還不靈 其實在我們的條文上面 亦都講到監察人員 去終止有關產生噪音的活動 其實我們亦都有提述 至於梁榮仔議員 講到有關的時段等等這方面 我們可能在細則性討論 大家亦都可以大家給予意見 我們開放的 多謝司長 多謝主席 好 各位議員 關於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 這個法案的一般性的討論 我們已經充分發表了意見 現在我們就對這個法案 進行一般性的表決 請大家附於表決 請大家附於表決 請表決 通過 有沒有表決後的聲明 沒有表決聲明 在這裏多謝劉司長和有關官員出席今天會議 現在我們有關的會議結束 有關的會議 有關於某檢查的 並且 選領